- 第八視覺- 成- TIFFANY 好 回來了 上個星期沒做Live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出不過沒關係 一個星期 好像很久沒見大家 怎樣啊 你怎樣啊 你消失了 我消失了 你也是消失了 大家都是一齊消失拍檔 怎麼會說這些壞事呢 這個星期 梁振英就說不容易 消失了 跟消失了是沒有分別的 老實說 很不開心 其實我一向都很喜歡她 我不知道你啦 可能有些人很討厭她 針對她出執 或者怎樣都好 但其實我是 我對於這個人是 都幾有好感的 不知道為什麼 反而可能因為 那些叫什麼 斯德哥爾摩侯群 你明明是受害者 但都是對著她 是很有好感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覺得 會很有好感呢 那她現在不能連任 可惜啦 我本身就是想著 希望她可以連任 然後就可以折磨大家多五年 大家一起在水深火業之中 一起在感受 這個地獄的火有多燙 正所謂 但是 現在 她已經離開了我們 她已經消失了 在我們的生命中 行了 不想聽你對她的表白 不是啊 你不明白的 其實她是對於 老實說 她根本 我知道了 你不要說這些 她對於 整個香港的 自己的自主思潮 是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這個人 這個人其實才是 最大的功臣 老實說 沒有這個人 就沒有 現在在聽節目的你 我覺得真的 這個說真的 因為其實如果不是她 整個瘋子 突然間 將所有東西 打破了 所有的慣例 打爛了 就說 大家其實 可能很多人 不要說大家 有很多人 可能包括我 包括你 或者不知道誰 可能A君 都好 都是會 蒙在這個 繼續在這個 碎香裡面 在跟這個周公 在捉棋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如果不是她突然間 加大那個力度 如果不是說 我們還在溫水煮蛙 是啊 她突然間加大那個溫度 辣醒你 辣醒了很多人 又不是說全部都醒了 辣醒了 至少叫一部分人 不要說 至少辣醒了一部分人 所以其實她 她 我很欣賞她 都很喜歡她 為什麼她這樣說呢 因為 好像剛剛我這樣 正如我們剛剛所說 因為她 夠醒了 你可以說其實都不是夠醒了 她只不過是斬 你斬得大力一點 但是 的而且 效果就是 效果就是 多人是醒了 是因為她 而醒了 而她 是 令到大家明白到一件事情 就是 你一天 你是要在 中共的統治之下 你香港一天都是吃屎 所以你想整集 我們懷緬梁振英 是嗎 不是 那說一說 大事 大事記 那怎麼都要說一說她 是不是 不說她 又好像很 作為一個這麼大的人物 她又不是一個 她不是一個偉人 但是她是一個這麼大的人物 那我沒有理由不在那裡 面懷一下她 是不是 沒有理由不在那裡 說一說她 又不是風高偉跡 說一下她的那些 往跡 說一下她 有什麼好 那其實為什麼我會覺得她 另外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她呢 就是因為 她這個人 那個角色 這個角色的性格 怎麼說 非常鮮明 如果你當作一個 置身事外 整件事置身事外 你用第三者的客觀看 她絕對是非常好看的 為什麼會非常好看 這麼說呢 她一個人 可以說是隻手遮天 你以前看那些 古惑仔的隻手遮天 她就是一個現實版的 古惑仔的隻手遮天 她呼風喚語在香港 她說什麼 當然 如果你說 中共要下台 她也是要下台 但問題是 她根本就是她一個 現在在香港那裡 她可以呼風喚語 她 將那些泛民 那些 一直 他們不是那些 假大仁大義啊 懶是什麼 仁義道德啊 大愛包容啊 在那裡說完這些無謂的事情啊 你說法文 法文那幫人 然後梁振英一下收他們的皮 沒錯梁振英一下收他們的皮 我最喜歡最喜歡那一次 就是什麼呢 就是長毛走進去 又要再說一次 這個真的要再說一次 這個真的經典 長毛走進去那些什麼 立法會那些吃飯 那些晚宴抗議 又在那裡說廢話 又在那裡說什麼 又在那裡說什麼 梁振英下台去 然後又在那裡舉牌 喊口號 然後梁振英 說了 即是說了長毛之後 梁振英一下撞過去 有時候真的忍不住笑 然後就是這樣 完全是 你以為以前的 以前不是這樣 以前你看看 曾鑫拳啊 董建華那些 他一定是 黑了臉啊 好像很不高興啊 好像很難堪 梁振英的樣子是怎樣 他是不屑一顧的 對於你那些小丑 這種跳樑小丑 對於他來說 只不過是 who fucking care 你只是在那裡舉牌 然後他一說 不屑一顧就說什麼 這時候真的忍不住笑 就是說 完全把泛民那些 踩到一門不直 最喜歡看這些 不是開玩笑 那些是垃圾 難聽說句 真是垃圾 為什麼會這樣說 十幾年 你可以說我鞭屍都可以 十幾年 搞什麼都一事無成 這幫泛民 搞這些 有限度的抗爭 為什麼有限度的抗爭 是一個 不思進取的抗爭 我只是這樣說 完全不會想著進步 連小小想著進步的空間都沒有 我經常都打算坐食他們的議席 但是就是因為梁振英出現了 梁振英一手就把這些 K型的人打扁了 讓他們不要再在那裡 經常會在那裡 說 說一些廢話 令到他們不要再在那裡 做一些小丑的事情 沒有用的 做一些小丑 你經常在立法會那裡 舉幾下牌 然後叫人家下台 然後被人趕走 然後說來說去都是叫人家下台 沒有了 沒有其他事情 永遠都不會有什麼新的口號 這個下完台 那個又下台 那個下完台之後又到這個 一直以來都很久了 董建華 我當時有參加2003年的遊行 當時叫董建華下台 然後曾蔭權又叫曾蔭權下台 梁振英也是叫梁振英下台 講來講去 就是下台 沒有其他事情 說了十幾年 說了都是這件事情 到現在他都是叫梁振英下台 雖然現在好了 叫做好了 因為梁振英拿那支棍 是誘爆了他們 終於都有個人出現 令到這些小丑 不要再做小丑 不要經常在那裡 壓選票 壓飲飲食吃 做一些真真正正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 我就這麼說 多謝梁振英 真的多謝他 老實說 還有可以看到 就是怎麼說呢 令到那些所謂泛民的支持者 幾十年來好像邪教一樣 雖然現在這個世界很多邪教 不單止泛民的支持者是邪教 有很多人都是信這個邪教 但是這個情況 那些泛民的黃絲的邪教 在拜那幫泛民 然後終於有一個人出來 將你這幫所謂的支持者 按到完全沒有聲音 天天可以在Facebook那裡 說粗口 在那裡罵 什麼都做不到 終於都有這些事情出現了 所以真是多謝梁振英 老實說這裏真是英記一功 梁振英 不是開玩笑 不過 梁振英現在就無法做 這些 你們知道 始終是幕後玩家 正所說好像無線 我沒有看 不用看 垃圾 我看了結局 垃圾套爆了 有結局嗎 這麼快就播結局了嗎 什麼啊做了很久 我不知道 不要緊 我以為現在還正在播 現在正在做另一套 正在做馬國明那套 什麼什麼皇帝 不是叫什麼皇帝 又是找馬國明去做低B仔 總之很無聊 不好看 馬國明我覺得很醜 我不喜歡他的樣子 不過這裡拆開話題來說 馬國明其實我覺得都很可憐 可憐 以前剛出現的時候 做的角色 沒有現在經常做低B仔的角色 現在經常做低B 躍志 奇妮古古怪怪 之前做的那套 什麼衛食神俠 到這套 不知道什麼皇帝 又是這樣 尊重那些躍志的角色 算了 這個題外話策 可以說一說 沒辦法 梁振英被幕後玩家 KO了 但是 跟著上台的 亦都不見得會有什麼特別的好 特別會是 你有沒有人可以突破梁振英先生 當然有 梁振英只不過是投賽 我覺得 我覺得可以突破他的葉劉 你覺得是葉劉 那個死八婆獨夫 死八婆獨夫 他說曾俊華 什麼辭職不是那麼簡單 辭職不是那麼簡單 是他講的 我也不太記得這個 老實說 他有講的 但我只知道他的樣子真的很厲害 他說他當年辭職都不知道搞了多久 不知道什麼什麼什麼 不是你說他可以辭職就辭職 那些事情 他跟林鄭 很黑人真 他跟林鄭兩個都是超級黑人真 我覺得林鄭好他一點點 都是死八婆 樓真的 葉劉那時候還 我真的難以理解 如果這些難聽說的 如果這些難聽說的 更黑人真 過梁振英 我絕對肯定他們兩個一定黑人真 過梁振英 我這樣說 梁振英是一個非常之 性格非常之鮮明的人 他是一個 喜歡鬥氣 喜歡跟別人鬥的人 但是葉劉淑儀說得 辭職不是那麼簡單 其實他已經很鮮明了 他已經是表了出來 我要跟你鬥 是真正話 你跟我鬥 是啊 但是我覺得他怎麼說呢 但是梁振英那種鬥 和他那種鬥有點不同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我覺得葉劉淑儀那種 是有一些 死八婆的感覺 很黑人真 是啊 就是很黑人真 但是他還在哭呢 覺得全世界欠倫了 是啊 我阿sir說如果他當選過 一定是很恐怖 他覺得全香港是欠倫了他 他一定會把這麼多年來的恩怨 要有些香港人一次過還了 是嗎 這麼誇張 是啊 我老師是這樣的 我想拭目以待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想看看究竟可以去到多差 梁振英已經是 如果以施政來說 梁振英已經是一個非常之差 如果他還可以比他差 我覺得就不得了 他應該不是施政方面差 應該做一些很壞的政策 很賤的事情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就是他專門做一些陰陰濕濕的事情 那就是跟梁振英一樣 真的很混蛋 最討厭一點 再討厭一點 我已經想不到 他應該不會擺到明月你吹什麼 梁振英就是那個 擺到明月你吹什麼 然後忍著笑 那個 他應該有時候 又是那個樣子 有時候哭 那些 即是在那 他最厲害賣哭的 即是好像一個死八婆 我不懂得怎樣形容 他那時之前接受訪問說 很小的年輕人 很混蛋 當時一直在那邊哭 他一直在那邊哭 他一直在那邊哭 然後被其他人吹開 然後又在那邊 不知在那邊哭 不知在那邊哭 我同學說他看了幾次 每次看都會笑 正常都會笑 老實說他是混蛋 沒有說錯 其實他 他有過之 做什麼 知善 有過之而無不及 老實說他跟梁振英有什麼分別 他可能還需要梁振英 老實說 梁振英我反而還覺得是一個 做大事的 即是他鬥得來是做大事 他這種是那些 死八婆玩的辦公室政治那種感覺 你明白嗎 死八婆辦公室政治 是死八婆辦公室政治 即是 梁振英那些鬥是怎樣說 即是 很廣泛 很大層面 每一下 每一下都是部署怎樣怎樣怎樣 這樣去 但他不是 他是那些 死八婆 怎樣是死八婆辦公室政治 即是整天在拘捕那些人說 旁邊 Tiffany 吃東西不做事 做事打爛事 又廢 什麼什麼什麼 他就是 他就是擺明 我覺得他的感覺是這樣的 即是 純粹是感覺 他的感覺就是這樣的人 他說 要去聽一些人 什麼什麼 什麼 誰人現在這樣 不知道什麼 即是 特意說一些說話給你聽 我之前學校的校長就是 即是特意說一些說話 即是特意說 走過來說 那些同學 你說究竟都不聽 你說怎麼辦 你說怎麼辦 即是走到他的師兄面前 就說 師弟怎樣怎樣 你說怎麼辦 我這個校長 真的教了那麼多個學生 這個真的不懂 即是屌 他沒有很難聽的說話 他不是很難聽 他沒有很粗口 即是那些內容 他那些內容 很難聽 是令到你很不舒服 他每一句說話 你知道他是怎樣 你每一句說話 他都要知道 即是他每句話 都是大骨 特意說給你聽 要令到你難堪 要令到你難受 還有說別人之外 又有意說你 讓你聽到 嘩 嘩 嘩 他就是這樣 我前任校長的樣子 真的跟葉劉淑儀很相似 很相似 即是樣子真的很相似 即是有一點掃把頭 即是他比葉劉淑儀好相似 但我覺得那個類型 即是我是作為一個雙魚座的女生 走過去 去感受到那類型的東西 即是怎樣怎樣為那類型 即是那些八婆的物體 即是 即是那個心胸 很狹窄 是 我都覺得是這種人 他應該怎樣說呢 他上場之後 他未必會像梁振英那樣 將所有東西都鬥垮 即是梁振英他是廣泛地鬥爭 即是將所有東西 即是司法獨立 和議員 他不斷鬥爭 但 他可能上去做一些細矮的事 是 我覺得他上去之後 他會做一些很細矮的音濕事 例如 我覺得他應該不是梁振英那些 找貧檔 然後做一些很垃圾的事 但他是會 會不會親近警察部的那些 我不知道他會怎樣 但他會怎樣呢 我會覺得他的類型 會是 搞風搞雨 但他不會動到那個大的根基 例如那些 例如那些 司法獨立 我自己個人估計 如果他真的做特首 他不會動這些 但他就會不停地 說一些說話 刺激那些人 然後 抓那些人 例如跟這些人說這些 窮那些人說這些 經常在傳媒面前 有意無意 又好像懶是真性情 又懶是真性情 然後不知道什麼時候 有凸幾滴眼淚 然後又說什麼 政府是不得什麼什麼 然後又說 我們是絕對不容許 絕對不容忍 我連我的肺炎都捍衛不到 是什麼捍衛香港 類似 類似是這些類型 搞完很細A的東西 其實他多年說得出這句話 也預料到他一刻 我老師還在笑 唐唐說 我真的沒想過 他會說這些話 還有他可以上到這個位 如果他做特首的話 真的沒話都說 不是開玩笑 有什麼好說呢 其實跟梁正英差不多 老實說 就算是葉劉做也好 或者林鄭做也好 我覺得他也是會執行 六百九遺留下來的政策 其實是不會 他們不會有什麼心的突破 不會有什麼心的突破 其實已經不會有可能回頭 你想著他會 施政搞好什麼香港那些 不會的 你根本現在說什麼 全部都是說政治掛稅 說什麼都是要消滅香港 同化香港 怎樣換血 怎樣繼續利用香港 怎樣怎樣怎樣 根本全部都是這些 所以其實他不會有什麼轉變 我覺得之後他也不會有什麼轉變 或者他不會做到好像梁正英那麼誇張 但只不過是會可能放慢一點點 那個赤化的部分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老實說 我覺得是真的沒有分別 所以其實你說女人做 我覺得更恐怖 他好像結了婚 有老公 我不知道 這個 你怎麼有空研究他的私生活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結了婚 只是知道他真的是極品 香港從政那些女人全 其實我很好奇他們的伴侶 會怎樣接近下去 他們那些 他們那些肯定不是這樣的 政治婚姻 不是政治婚姻 他們那些肯定平時的人不是這樣的 他根本就是去到那些位置說這些 全部都是掩著良心說的 不要說掩著良心 全部都是為了利益而說的 為了政治前途而說的 全部都是這樣 有什麼分別 浪費鬼氣 就算誰做到最後都是一樣 你根本不能回頭 尤其是梁正英他已經把火點起了 你火一旦點起了你要撲滅 你本身沒有火就好好的 那你點起了火 又滲起了 那你唯一可以做什麼 就是要不夠認識他 要不夠認識他 要不就不理他 只有這兩樣東西可以選擇 只有他自己燒盡為止 那老實說他不會 就是我不覺得大陸會容許讓他自己這樣燒 那所以我覺得他最後都是會 繼續壓制 即是壓制那些人那種 你說叫做港獨思潮也好 什麼思潮也好 我覺得他最後都是會壓制 根本他就不會被你疏道 因為如果你要疏道的話 其實是會觸及到 他們那些什麼國家主權完整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那些 我覺得是這樣 但如果他不繼續壓制的話 他選擇了放任 放任給你們他繼續做這些事情的話 爆發出來可能 情況會更危險一些 不過老實說 唉 我也是那句 我真的不想看到那個女人做 我覺得女人做這些是很恐怖的 香港 即是 即是你不要說我歧視 但是老實說 尤其是在香港 你看從政那些女人全部都變態 你看那些什麼 鼠黃昏啊 袁秋啊 你講一下袁秋 袁秋也夠瘋了 不是開玩笑 無緣無故叫人看著他發言 要看著觀眾說 要看著觀眾發言 不斷叫人家看著 叫鄭松泰啊 什麼許智峰那些看著他 就當人家小學生 那樣 神經病的 根本 有什麼這樣的質素 都可以重蹤症 我都不明白的 有時候真是理解不能 即是老實說 即是選一隻豬上去都會選到 根本 即是 又要老吊齒這樣講一句 就真是 香港人真是不適合就是民主的 老實說我真是老實說真的不適合 有什麼可能選到一條這樣的人上去 老實說他作為 我就算他舔貢 他也是未夠班的舔貢 這班這樣的人 即是 就算你支持舔貢 你都沒有理由選一個 這些人舔貢也不夠班 難聽說的 做一些小學雞 你不看著我說話 好像馬國明 常常做低B仔的角色 你忍著觀眾是馬國明的粉絲 追擊你 追擊我不是 真的 你想想 他專門做一些低B角色 說一些低B的事 無緣無故說什麼 我愛梁振英的男人 我愛這個男人 然後 今次又無緣無故叫別人 看著他說話 其實我想陳玉玲很多 誰陳玉玲 好像陳玉我 陳玉我 我寧願他 我覺得他會好很多 雖然他也是 同一類人 你當然是香港的女人 從政全部都是這樣 尤其是保皇黨 你看那些泛隨麗泰 泛隨麗泰已經叫做 如果以從政 調教也很好 那些正正調教很難聽 哈哈哈哈 你看那些嘴唸 全部都是 那些死人的樣子 全部都是 原秋那些 直接不夠班 老實說 根本就是低B仔 整個都選到 不過不要緊要 選個豬上去都選到 沒有關係的 選個豬上去都選到 然後 然後你看 不要說女人 說鍾樹根 之前很不明白怎麼辦 香港的從政的女人 全部都是這樣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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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看泛民那些女人 都是這樣 何修蘭 黃碧雲 那些 全部 全部 說話 說話 好整天都 潑虎馬街革 其實我從來不覺得 他們是立法會議員 根本 這些 爛氣的 真是正棍 全部都是正棍 我覺得他們全部都是 那些街市下姐 真是街市下姐 只不過是選了 叫做從政 其實都不知道可不可以叫做從政 其實他們可能連字都不懂 那又沒有那麼誇張 又沒有字都不懂 只不過老實說 根本是完全不夠班 我老實說 真的完全不夠班 如果你 當然 如果以自己利益的角度來說 那當然是九班 但如果以整體香港的利益來說 這班人根本完全沒有一個九班 全部都是廢 你知不知道怎樣可以查到他們的聲筆志 怎樣查到他們的聲筆志 以前他們是有方法的 怎樣 讀報紙 讀報紙 對 匪編報紙要他們即場讀 你也可以讀報紙 就讀報紙 readers 可以看他們 但是他們不是文盲 他們根本問題 不是他 不懂字 讀書的能力不夠 他的問題是從政的能力不夠 專講那些奇怪的事情 保皇黨那群 我不講 保皇黨那群擺明是容海恩那些 弱智 他專誠的 專誠也好 但我都覺得他是專誠 他沒可能連記者要開會 我不覺得一個正常的人會講這些 他之前接受訪問 前輩教的 然後還有敬虛 前輩教你不要直接回答他們問題 他講到出口 你要繞個圈 帶他遊一圈花園 但我不知道怎麼說 他這些是很低B 所以是不合乎上理 你會不會見公的時候跟老闆說 前輩教我就不可以直接回答你們問題 你不會這樣說的 你就算是一個普通的人 你也不會這樣做這些事情 你明不明白 但他這些人是可以入到立法會的 你是很明顯看到 不過其實他挺美女 我沒有說他不美女 美不美女又是另一回事 一單還一單 七孔流血還七孔流血 死還死 兩回事 但你看到他們根本是不夠質素的 全部人都不夠質素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梁振英 梁振英夠質素 對 他是夠質素 他是賤 他是搞到整個香港流入亂 但他真是夠質素 他真是夠班 他真是夠班 夠了道 他玩權術真是一流 我覺得他真是一流 你覺得什麼鬼 所以你意思是 你寧願給一個很壞很壞的 我也是 你都不要給那些垃圾在上面 指手畫 當然啦 我寧為 你自己也是 你寧願給一個很賤 很垃圾的 你寧願給一個很賤 但很有能力的老闆 玩你 還是你寧願給那些垃圾在樓上玩你 那當然給一個很有能力 你明不明白 你也算是比較服 你不夠他鬥 你沒什麼好說 但你給那些 你給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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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 弱智的 低B 好像給那些低B仔玩 那你就更低B 他就是這樣 休息一會